卡麦隆出生的女演员和制片人康斯坦斯·伊朱玛 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展示她的影片《本和爱拉》 电影的发行日期是2016年 因此不能角逐本杰奥斯卡 影片讲述一个复杂的爱情故事 涉及多重主题 种族间 文化间 宗教间 我觉得所有这三点或其中一点都能够触动大家 它跟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 《本和爱拉》讲的是两个研究生的故事 一个是《无神论者》 另一个是穆斯林 影片触及人与人的关系 信仰 家庭和文化矛盾 一部名为《回声公园》的影片 由托尼·奥昆·伯瓦主演 它是移居美国的尼日利亚裔英国演员和制片人 这是一部浪漫片 背景是正在发生变化的一处洛杉矶社区 涉及爱情和冲突等普世主题 我只是想让故事成为重要部分 演员可以用任何文化背景的人互换 2014年的历史片《塞尔玛》 讲述了美国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的故事 他的原创歌曲《光荣》 赢得了奥斯卡奖 塞尔玛的导演阿娃·杜威内 通过他建立的合作社 发行奥昆·伯瓦的影片 他在好莱坞是个艺术 他是主流导演 又是非洲裔美国人 还是女性 今年获奥斯卡提名的 几乎清一色是白人 奥昆·伯瓦说 这是超出个别影片的普遍问题 虽然今年有些影片获得了承认 但我仍然觉得更大的问题是 人物多元化的影片制作数量不够多 融资和发行不易 不过国际和少数族裔的艺术工作者 还是陆续制作好莱坞电影 我认为处在我这种位置的人 有责任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 不管我们是不是得到主流的支持 都要把故事说出去 这些电影制作人说 主流电影界以及奥斯卡 这样的颁奖活动 需要跟上时代 反映出业界已经存在的多元化 本和艾拉将要参加威尼斯 和喀麦隆的电影节 回声公园以计划在洛杉矶 和纽约的影院首映 美国之音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